Hello 大家好 我是三金 欢迎访问我的频道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2019年的一个趋势 那这些信息是我这两天关注一些社交媒体方面获取的 我觉得这些信息还是不错的 我这个进行和大家一个分享 那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关注头条系 那我们都知道金银头条的张艺民 他在开发这些很多的产品 基本上覆盖着我们的身后的各个方面 那他覆盖的云层也很港 产品也广 那他如果要推出一个社交的产品应该是非常快捷的 所以我们要在金银头条下面去发展个机会 但是可能很多使用豆瓶的人都知道 如果我们不小心玩豆瓶 他一玩就是几个小时就过去 所以我们不需要在内容消费上去花费很多时间 但是我们可以在他的一个营销 以及产品设计方面去进行一个学习 那这个就是第一点 就是关注金银条条 从他上面去学习更多的一个知识 发现一个机会 那第二点就是我们从2018年 到我们的整体的一个环境不是很好 那很多小中小小公司有的注销 有的财源 大的公司也进行了一个开源的节油 那这样的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面 让我们对那些做时事 就是真正城下先来做时事事的人 都是有一个机会 那2018年和2017年 那基本上是一个大众创业的一个机会 那2019年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经营创业的机会 那就是说把很多在一些行业摸他滚打 他们成立下来的那些大佬 他们出来创业都是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是关于大环境不好 我们应该要成下心来去进行一个 脚踏实际的进行一个学习 进行一个注释 那第三点就是我们5G时代马上到了 我们要拥抱5G时代 那从2G时代的文字时代 到3G时代的图文时代 以及小视频时代 那到5G时代的这个 应该是高清的一个直播时代 或者是一个视频时代 那这种每一代的一个通信革命 那都会换来很多一个行业的大变革 那它可能会推出我们的无人驾驶 智能家居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提前可以考虑 如果你是理财方面 可以提前考虑这方面的一个 提前在这方面做一个准备 那如果像我一样 进行一个面对镜头 进行一个视频的一个学习 大家我觉得应该也可以 继续尝试 因为我上两天刚刚看了一本书 叫做从三分钟热度到 一万个小时的做准备 三分钟热度到一万个小时 那我觉得只要坚持下来 那你在某一个行业 或者是一直坚持下来 应该会在这个方面 你会慢慢地会成长起来 这个是关于大环境 5G时代 我们要拥抱5G时代 那这个是第三点 那第四点呢 我们就是三四线城市 它的一个消费升级 那我们都知道 现在人情人的一代 他们对身后的品质 或者对滞养度要求很高的 我们如果你去二三四线城市 去看一下那些人心的 他们使用的 在自己身上消费方面 都是比较愿意花钱的 那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很多做小城市的一些自媒体的人 他都赚得盆满钵满 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 我们也可以在这方面 去玩这个考虑 第五点就是在教育行业 以及知识付费方面 那知识付费方面 很多可能在2019年的 罗胖的跨研引证会议 很多人就是 我看到很多公众 就说罗胖又在卖知识焦虑 知识这样一个 知识焦虑 那其实我觉得 你购买他那些知识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划算的 举个例子说 如果在早期的话 我们不可能 可以在得到里面 听到百大教授 经济教授的一个课程 而现在你只要花200元钱 就可以听到他一年的 这样很多级的一个课程 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 只是很多购买这些 知识付费的人 他其实没有很好地 把这个执行下去 就听 一方面要理解他们的 这些产品 就是这些一些 在各行业 专家分享的 他那些 我们要理解他的一些观点 因为我们要 学到了以后 我们坚持去执行 我们要乘下生的去学习 那我觉得 在教育行业方面 那如果也是一个机会 因为从 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 如果你是 在从事教育行业的话 你也可以 把一些课程 录制下来分享出来 那我觉得 在线教育 应该会越来越普及 而我们所有的小朋友 或者都会 可以很 很廉价地 可以学到 最好的一个教育 因为在线教育普及以后 价格会便宜很多 那我觉得知识经济 知识付费 以及教育行业 能够在这两年的一个 教育 能够在这两年的 互联网发展 能够 能够沉淀下来 能够 没有消耗 我觉得是 应该是 持续可以走下去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机会 那像 我不像 有些行业 就像我们的一个 共享单级 它能够快速 上升期 也要快速消 美期 那这个教育 跟 知识 我觉得应该是 在购义养 应该都一直会有存在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 那 这个是 第五点 那第六点 就是在人工智能 就是R1时代 或者大数据时代 我们要全方位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都知道 R1 它基本上可以带地 我们某一个行业的 某一个职位 就像我们 举个例子说 像我们现在去 林安柜台街 很多都是通过机器去报理 而不需要去人工去操作 这样的话会减少很大的一个 杂志人员 那所以我就想到 就是我们做一个高智慧的一个机器人 就是比喻说我们就是高智慧的一个人力 那它我们就要全方位的发展 因为在人工时代以后 那很多现在做人工研究研究 它都希望那些机器人时代 它能够产生智慧 它其实智慧 我们对人力来说 它也不知道这个智慧是从哪里产生的 但是我们研究研究 它希望这些机器人有智慧 它能够自我 现在虽然可以自我学习 但是不能够像人力这样的一个 进行一个复杂的思考 那很多 但是如果机器真的能够产生智慧的话 那我们这个搞开发炎炎的人 他也不知道这个产生智慧以后 我们如何假设机器人 他学会了智慧以后 我们就没办法进行一个控制 或者没办法进行一个摧毁 因为他已经学会智慧 可以对抗人力 这正于赏养这些上到时间的一个深圳的 进行一个基因的一个重组 进行一个婴儿出生的 那很多对艾滋病毒进行一个感染 就是可以预防免疫 那这段情况下 大家为什么会招到很多全球各个国家 或者是科医领域的反对 因为他不知道这样改变人力的基因以后 后代会有哪些些改变 那这些方面都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正于R1时代是 他不知道这个机器人 如果产生智慧以后 会对人力有一些什么的进步 但是他这个也是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说 我们应该进行一个全方位翻展 去了解像我现在就开始学会 学习一点英语 学会一点写作 学会一个面对工作 进行一个视频的录制 以及学会一个产品的设计 或者学会一点理财 这方面都是需要在 今年我都需要进行一个学习的过程 那这个就是我和大家 今天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 那这个内容可能也不是很周大 很全面 那可能有一些有个人的局限性 那这个我就欢迎大家 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反馈 我希望大家一起给予指证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多谢观看 多谢观看